我是Kenny, 到11月15日法庫谷賽事第3場備忘馬 這場馬我自己買了阿凡達 跑過PACE回來, 算是有點交代 輸給環影飛影, 由頭就放到尾 擺明質素高於阿凡達, 輸得都叫做心服口服 大家看看這場最值得留意的備忘馬 就是威武在營, 威武在營臨場的飛機都有點不對 現在就在尾以這隻2號仔 大家看看他怎樣騎, 這隻2號仔 已經大墮後, 大胆這隻 看看他怎樣找位, 左穿右插, 打斜閒都可以衝上來 你看看他, 最尾的步法跟阿凡達是不一樣的 很輕鬆, 隨便衝上一兩邊 這隻威武在營是一隻插斑馬 那麼久以來, 插斑馬通常都不太行 看看這隻威武在營, 隨便衝上兩邊, 左手 好, 終點前已經是撲上來的那個勢 其實是第2頁和第4、5、6、7、1的馬 是很近的 這隻2號的威武在營, 輸給頭馬 一個馬位, 兩個馬位 和2、3、4名那些, 根本就是同道 但他沿途根本是在尾以大到後 插去外檔, 插去內蘭找位 然後打斜, 他都繼續加速 這隻馬如果不是有超斑的質素 我相信他也做不到這一點 尤其是還要初跑谷草 所以第三場的要備忘馬 就是這隻威武在營 你看看那些美麗之友 根本完全不是他的皮 他既然在這個插斑 即日插斑又跑谷草 飛數又不是十分對板 竟然輸給一隻 我想這班也有微粒的幻影飛鷹 其實阿凡達也有點微粒 既然這隻威武在營 在一個我覺得很嚇人的姿勢 一隻這麼好鬥心的馬 打斜都可以繼續加速 我看見一隻必傳聖 那時候也是這樣的類型 他有沒有必傳聖這麼好 當然沒有 但應該沒有 必傳聖也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但我記得有些馬 很鬥心到這樣 應該鬥心也是一隻很好的馬 所以是值得跟進的 還有一隻是因為 他昨天的飛數其實 不太有決心 但他的走勢 含蓄得來 已經走光了 第三場的備忘馬就介紹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再見 拜拜